北加州的金河市最近发生了一起疯狂大追车 好 前犯为了要躲避警车 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展开一连串的道路违规 没有想到仍然无法脱逃 包含了直升机警车路空联合追捕之下 最终被远警铐上了手铐 现年37岁违规驾驶的嫌犯内森格拉恩策 本周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东北方的金河市 展开一连串的交通违规行为 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警车追捕 格拉恩策的交通违规包括四处闯入与始出小路 差点撞上车辆与行人 违规逆向穿过十字路口 甚至车子开上人行道 就是为了避开下午三点多的车流 并且设法要甩掉天空中的直升机监视 但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原本企图在人行道上使用轮胎爆破装置 没想到却被嫌犯早一步察觉到加速逃逸 最后在下午四点多 当嫌犯冲出十字路口时 一个不小心驾车一头撞进路旁的树丛 并且直直撞入大树中 才结束整个逃逸过程 最终被警方团团围住拘捕起来 东森新闻团队 沙家缅度报道